来到九龙城寨 今天5月1日 全线电影院全部爆了 大大小小的 以至于早场都爆了 故意供到山卡拉电影院才有舒适的位置 因为我又要看又要倒露屁 会骚扰到其他人 我不能够坐全家里的电影院 但很多最早的场次都是满座 因为今天是公众假期 这一套有望冲击票房 看看能不能振兴回来 真的拍给香港人看 很多都是自发性的 也適逢公众假期爆了 内边也有很多角度 去到独立再说 接着关注我们的台 每天会有新的观点制成一条影片 关于九龙城寨 如果大家喜欢也来听一听 这一集是一个宏观观后感 观后感加各方面的东西 含剧透的影评就是 过几天等多些人看了我 才做含剧透的影评 然后这个也不能够不剧透 因为打开youtube 除非你不玩youtube 但在看影片也是在玩youtube TVB 如一 灵一 星岛什么鬼都有 那个魔方 因为他们之前 几天前的宣传 有个神秘嘉宾就是郭富城 原来里面做了一个杀人王 有个很重要的气氛 我们也不剧到这么多 虽然你如果看娱乐八卦 大概知道 他这个杀人王 又跟里面哪些演员有关系 但挺好看的 我经常说郭富城 演来演去都突破不了自己 但这一套可能他不是主角 再加上有郑保瑞捉他 拍得很好 我是几乎 对上一套我认为 郭富城演得好的戏 都不知道哪一套 不记得了 甚至可能都没有 包括他拿奖 我也觉得抱抱痛痛 这套可能他客串 几莫打那些 有一些文气 有一些兄弟情的戏 做得都很到位 然后有些新演员 不是说这些 这些都不新的了 这些都已经做了很久 有些智力 又想唱歌唱得不太好 不如去做一下戏 我之前说的 说话那些声 他们里面 譬如古天乐 郭富城 林峰 每个人说话那些声 都不是他们以前用的 他们连一把声都揣摩了 我们经常说的 又是要说廖啟智 他不只是揣摩角色 他连一把声 怎样说话的声线 甚至他可以说到 不是自己的声音都可以 这些很厉害 郭富城可能不是主角 可能是郑保瑞捉他 加上可能要打太多 他没有那么多 他分心出来去演自己 他真的融入了 那个杀人王角色 超坚 好看 打那些好看 打那些我独立又会再说一集 打那些 和古天乐当时是一个生死战 看看最终哪个赢人输 自己进去看 你看看多坚 那些杀气腾腾的 说回电影 一开播有一个软镜 大致是这样的 一开播有一个软镜 看到了整个九龙城寨 外边也有一些马路 有车走着 很云伟的 虽然很破旧 但破旧一来很震撼 还有是夜景 不知道他怎样去呈现画面 但一来一个大软镜 由大软镜一zoom进去就在打架了 超正一进去就打了 没有前奏那些了 前奏就是大wide shot 一zoom进去 里面就打到痴线 然后转转由一个镜 又转了去disco里面 里面有一个disco 播着跳舞街 林峰出场了 就打了 就可以帮我打 只是短短开场20分钟内 林峰起码打了最少三场 三到四场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情景下去打 超夸张 第一场是打黑市拳 这是无差别生死战 没有规则 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胜利条件就是打到对方不能动 所以没有规则就是无差别格斗 如果大家喜欢看打超过人 但是也有一些小位可以挑剔的 如果打那里就是他没有那些 一下子去KO了之后 有个好型的定格 当然古天鹅吃烟那一下有一下 但是不多 但是可能导演的设计他不是要这些 他不停打到半死 全部生死斗 就是将自己的潜能 最后一滴都折出来 这个又秉承了郑保瑞的风格 个个都说出名就是 你想拿影帝 试一下去找郑保瑞 帮你掃造一个角色 折干你 所以他不容许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 好型的那些 没有 就不多 只有古天鹅出场那一下 其余都没有这些定格 但是就因为他的打斗风格 他不适合玩这些定格 否则如果适当地加两下 可能会挺型的 但由于可能有也不一定 因为太密集 从头打到尾 我想他两个小时 一百二十分钟 打足一百一十分钟 也没有的 一百分钟 也有很多闻气 也有很多闻气 未必那么夸张 但是你的感觉没有停过 从头到尾 所以如果你要摇尿先进去看 甚至那天不要喝水 你喝了水 摇尿也可能照会急 总之那天你去看 之前千万不要喝水 或者尽量喝少一点水 展主是去到红金堡和五运龙那条线 它是一个烂纹 大家会知道 有些烂纹型 然后有果欄 又有船奥 也有一幕在巴士打 也是很棒的 因应不同的情景 不同的地形 或者场景 就会有不同的打斗方式 虽然他们各自都有一些 自己的擅长招式 或者他没有特别说什么门派 例如林峰这些 我想他没有特别门派 总之他烂纸交 生死拼命 用个体能意志 打不死精神 和你打 后来就说 这个林峰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像铁人打不死 原来他这个人 这个叫陈乐军 这个角色 他里面因为有一个背景 所以他是打不死的 他继续承了一些 总之他老爸也是打了麻烦路 所以这个人的小孩 所以天生有一股神力 然后他比 neutron 五韵龙是神打那些 他说硬气功也有砍不破 然后有个人在上高招踢大铁锤 踹到锤都破坏了 不是普通锤很大 整个人这么大 一敲下去那块大石锤碎了 但五韵龙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这个是继承漫画的元素放下来 这样可以是夸张一点 如果撇除那个硬气功 前边的打斗也是合理的 有一次他将人向后一抛 那个人的头就扮演砍破墙 那个是夸张一点 如果撇除那一刻 其他都是合理的 都是贴地的 合乎物理的逻辑 那个伤害判定的那些 全部都合乎的 硬气功是夸张一点 我记得TVB有一套剧 最后的大波士 也是打不死的 那个更夸张 两个人一起插炒 在十多楼跳来 那个就死了 然后大波士 十多楼踏来也没事 又起身又打 那些更离谱 但他想说有点漫画 大家要接受 是唯一那些有点 例如在船奥又打 在巴士又打 打就打就打了成寨 他的美术应该会获奖 很多奖应该都会获奖 这一届新一届金像奖 只不过会不会有人获得影帝 但林峰呢 你说他获得影帝吗 又要看对手 但他应该是真的可以 入到五强提名 他绝对 里面有很多很棒的 那些墙壁 很丰富的 不会一点都不觉得麻烦 例如单单看任何一个场景 你看到后面的背景很多东西 你只是看这里 他有一部那些 不知道是收音机 还是什么机 后面有电线 又有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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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细节很多 这本也不是龙虎门 原来是李小龙 又有杂志 又喝陆宝铲汁 香烟 给包好彩 又吃云斯盾 古天乐吃云斯盾 以前不是那么流行吃鸿曼 有些喜欢吃不同的烟 他们连这些细节都会有 例如有一个位置 整个平台都是垃圾 那些人在上边 放垃圾 放垃圾 那些 总之 二话不说 就打架了 然后 这里就挟持着 古天乐 谁知道原来是大波士 那些人 究竟哪个最好打 也是成为大家讨论 他设计也很好 我也可以独立会讲一集 接下来 就不是说 谁最后站得起身 代表最好打 因为古天乐 他患了一些绝症 即快就死了 不舍一身散 不停吸烟 所以他如果没有绝症 其实是古天乐最好打 因为如果算 他能够一拳 旋转 就假装 他最后的手是这样 假装 然后林峰就 这样 飞后 他几次 他后边 中段 亦都试过 这样 也是一拳 就打到他 飞开 所以其实最好打 应该是古天乐 但无奈 他患了绝症 所以他的战斗力 又因为绝症 就不够某些人打 挺有趣的 而林峰 他打不死 但是他实际 他有没有集母背景 他的战斗力 没有说 大家只是理解 他一个很强的意志 就是要打赢不同的人 为了某些东西 为正义也好 为生存也好 总之他不懂一切 要打打打打这个打那个 但是他不是特别会打的 可能就是这样 他总之打烂仔交 但是他有个主角光环 打不死 挺有趣的 这个也挺有趣的 然后又有个铁打管 又有非法铺 又有非法铺 这些很棒 然后又有些小店 又有个叉烧店 这里古天乐 请他吃叉烧饭 就两个人因为一碗饭 就是联系上来的感情 一到有个小妹妹 就个妈妈被人打死了 也都过一幕 你不要以为 就令到九龙四人组 九龙四人组 因为那一场戏 很微妙的一场戏 就是交代了 令到解释了 他们四个就变成九龙四子 有时男人就不用说话 郑宏瑞也是流行的 一场戏就可以带出了 他们最后四个朋友 还有兄弟 还有四儿子戴面具的 就是German 他也拍很多电影 但永远都是配到不配 不过我会留意到 可能很多人也不是每一部电影都看 所以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我觉得 导演还是怎样 我当导演监制的设定 就是给他一个面罩 我自己觉得 既然也没有人认识你 那不如如何出点 戴面罩 那些人起码说不出你的名字 但起码说到 有个戴面罩的那个 起码说到里面有个人 那就不会出来出去都不知道谁 譬如里面也有一个乔政夫 如果大家看了 看看你知不知道谁 那个是玩双刀的 其实他就是斩叉烧饭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然后他里面也很分明 每一场戏 譬如那个妹妹的妈妈死了 就引发了一个新的剧情 那些人物关系又推进到 然后呢 陈乐军的身世 原来不简单 不是一个普通偷渡的人 而是他很认真这套戏 你说他偷渡就可以了 没有需要又拍一场 因为通常有一只大船 载了至少二十多三十人 有一只船 也有一些特技 CG 好像真的在大海飘浮 应该不是的 但他也要有一只大的船 然后偷渡 有一幕回忆的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 如果计算成本效益 但他照做 这些真是诚意 诚意 真是值得欣赏 所以里面 比如那些美术 那些剪接 也是剪得很漂亮 其实 打呢 大家很期待 是打成什么 打是好看的 但是更多 都是靠剪接 和拇指 如何配合剪接镜头 一起 呈现到 好像打得很刺激 太密集 其实你不会太分得清 每个人打成什么 因为不停打 不停打 总之大印象就是 打得很好看 打得很刺激 没有满场 一言不合就打 由头就打到尾 每个人的划分是很分明的 每个人打的方式都不同 他没有特别说什么招 但是你会看到 每个人是有点不同的 后来陈乐军的身世浮现了 又推进到另一个剧情 他有剧情也挺好的 但转转到任然齐 又和林峰大厮杀 又是打到天分地暗 林峰和任然齐打 你想想 但是打得很刺激 超好看 超好看 很好看 这个发生在中间 后来洪金布又进了城寨 进行城寨大厮杀 又是所有人都打了一项梦 这里再镜头 那边全部人都打了一项梦 然后到五蕴龙暴走 因为五蕴龙不计那些老前辈 他是最打得担当的 不计红金布 所以你不找他做大步走的角色 又怎样说得通呢 譬如你说 刘俊谦说什么都不认识 他开电单车也不认识 打也不认识 他玩小刀 不是玩大刀 玩小刀 他也不认识 他全都不认识 但起码玩出来挺漂亮的 还有全都演技派 刘俊谦也是未来主力的 在香港电影 五蕴龙大步走 后来林峰又来其地 他又拿到身份证 你猜不到他 但拿得很合理 也不知道是否拿了这张身份证 因为这张身份证 最大的意义就是 他不用遣返 可以继续留在香港之余 也好像这张身份证 令到他变境了 多了一些无形的力量 这张身份证 一些很小微的东西 带出了无限的东西 也有些兄弟情 他们四个 九龙四指打牌 利用打牌去串联一些 温馨的东西 因为由头到尾 有些温馨的东西 有些柔和的东西 有些柔和的东西 用打牌 打麻将 四兄弟去打麻将 带出来 去缓和 缓冲 去缓冲 放纸妖 放纸妖 看似微不足道 但实者里面也吻含了一些意义 我们在剧透时再分享 后来最后 又刮起一阵龙卷风 有很多不同感受 龙卷风是代表古天乐 既是代表古天乐 也刮起一阵龙卷风 即将有一个大尸杀 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然后最后 当然大龙凤 一个大尸杀 最后最后的一场 总之打到天分地暗 看看哪边赢 正邪 究竟正赢还是邪赢 结束了 结束了 也出了主题曲 那首歌 我还未查 我想立刻拍这条片 因为那首主题曲 在最后出现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点缀 因为这首歌 只有打字 最后打完 打死了大波子 就结束了 但我经常说 这一种结束是不够的 郑保瑞这么知心 没理由不知道 他利用其他东西 去延续结尾 譬如把主题曲 在那里出 然后再有一些不同的铺牌 四兄弟又交代一些不同的东西 结束 然后不断回忆成寨给大家 给观众回忆 譬如有人做这些竹声面 父亲做竹声面 整个小妹在打鸡蛋 应该 还有最小的就是在上高做功课 反映以前城寨的东西 一幕幕一幕幕 主题曲 一幕幕的回忆 一幕幕的回忆 然后到最后有一幕 最后一个镜 就是一班人看着电视机 一起看也很棒 就是80年代 其实不是每个人买得起电视机 如果大家有看不同的 讲以前的电影 也好 有些可能是自私 但也有很多很大方的 让街坊邻居来看 什么大结局 欢乐今宵 以前香港人的一种文化 不是每个人买得起彩色电视机 而且又不是那么容易接收到 所以最后一幕也是很棒 一百人一起看电视 就这样完 这部电影就是由头打到尾 如果不是那么喜欢看打这些 或者它里面又不是长长都血声 是很肉紧的 很刺激的 但是它有些时候都挺血声 要血声起来都挺血声的 所以唯一 我觉得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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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唯一 唯一唯一 不只是打 原来有纹气 也有很多小点缀 看回忆 看人情味 看很多不同的东西 例如放纸摇 也有很多很小的东西 例如打麻雀膏 也有很多很小的东西 例如这里一群人包云吞 也有很多很小的东西 有很干的一部分 也有很油的一部分 所以这部电影是很厉害的 可能会冲击到票房 吃正是五月一 我们一口气说了很多 就来到这里 继续整理不同观点 又继续拍到其他观点说这套金融城寨 看看大家看了没有 看完再来看 不妨留一只字未看 也可以发表一下 何时会看 想着一下 今集先来到这里 下方留言